文字幕製作曲 李宗盛 那陳政培靠他們是從106年開始經營博物網站 然後供不特定的人簽譜 總部設在菲利群 然後台灣這邊就包括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嘉義縣市都有機房 所以我們總共帶回了72個人 由警方來詢問 然後蔣官附訊總共有38個人 然後申請羈押4個人 然後其他12個人 就以20萬元來到5萬元不等來聚保 其他人就請回 這個案子是不是跟選議賭盤有關的話 我們不排除 那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針對相關的證物跟資料 做詳細筆對之後才會有更進一步比較清楚的了解